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Can you see how fine this trend of hair is? And the artists here in Wenzhou would actually create intricate craftwork out of it. Mona Lisa's enigmatic expression, her smile, has given the painting its universal fame. So this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form would recreate the Mona Lisa and give it a unique touch. I believe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in this hall with this teacher. Wenzhou发修从元代开始,通过我们首艺人一代一代的相传, 从单色发修,彩色发修,到现在的作敌补色,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当时我们就是用我们温州大学学生的头发秀的,都是黑白的。 第二次偶来的机会,我们跟外国人有文化交流, 所以外国人把他们的金色头发剪下来捐献给我们。 我们就把外国人的头发跟中国人的头发结合起来, 所以就产生了彩色发修。 即彩色发修之后,我们还新创了做敌补色的艺术手法。 在底端上先用水彩或者国画矿物质颜料上市之后, 再用头发修制形象,就是现在的做敌补色。 发修外交,所以我们发修社会用途当中的一个亮点。 我们就是为世界各国的首脑, 为了一个作品作为国家的礼品的一个赠送给它。 随着我们发修外交的展开, 越来越多的社会观众。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我们这个发修也跟其他艺术一样。 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够发展, 符合这个实地的需求,我们的发修才能够传承下来。 我们现在的发修是真正的。 这个全工具需要非常多精彩, 非常多精彩,非常多精彩。 比较多精彩。 在自己的文化中, 文化中文化, 文化中文化的一種, 文化中文化, 文化中文化的一種, 我相信, 世界上人, 我們都可以讓我們 同一個機會 成為一種東西 是因為美麗的 像中文化的一種 品牌的中國平常文化。